401 圆形非对称实体 好,那这一体呢,我们先画出圆 好,所以点选隐身 from面,好,利用圆 好,画一个直径 为170 确定,厚度为 10的圆 好,然后呢,这边 这边的圆的直径是120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画这个万字形 我们要画四分之一做正列 所以这边我们要做一只轴 那我们这边就用平面 先用平面再来做轴 所以因为圆是直径是120 所以平面这里到这里的距离就是60 所以这边选平面 选top面往下60 好,确定 然后利用轴选 right跟dtm1 这一只轴就等一下我们要做正列用 好,然后呢 这边我们选择隐身 这个面 好,参照啊 这一个面 还有这一个啊 关闭 然后这里呢 我们做一条中心线给他 好,画直线啊 我们利用直线来画 画万字形的四分之一的部分 好,然后这边呢 这两个点要对称于这个 好,然后呢 这一个跟这一个要相等 好,然后我们用法线啊 好,第一个 这边到这一条的距离 还有这边的距离 这里到这边的距离 还有这一条的距离 还有这里 好,这边呢 这里不能标示 因为是这边这两个相等 所以这里呢 我们先要把这一个删掉 再做标示 好,然后这里到这边的距离 好,那这边呢 这一个跟这个距离要相等 好,OK 来,那这边完了之后 选取右键 修改 好,再生拿掉 来,这一个是14 啊,这一个是4 这个也是14 但是这个是8 OK,确定 好,那这万字形的四分之一 做出来之后呢 好,我们做反向引申除料 这边要做除料 好,然后做贯穿 确定 好,然后利用它 做阵列 轴阵列 选这一支轴 四个 好,完成 好,再利用这个 再去做阵列 好,一样是轴阵列 选这一支轴 总共是 8个 360 确定 好,那 这个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好,然后呢 然后它这边坐标系 并没有讲 好,所以这边就可以不用设定 好,那题目问我们 呃,剖面区域这个截面 这个区域是多少 好,所以选择分析 测量区域 选这个面 好,所以答案是这个 好,然后表面积 好,质量属性 选这个 桌标系 好,表面积是这个 好,然后第三个呢 它要改变尺寸 好,尺寸改变的 第一个 圆 不变 然后第二个 DTM1 也不变 第三个 走不变 第四个 阵列 这边要变 好,右键 编辑定义 好,放置 编辑 好,来 这边呢 这边的尺寸要改变 好,这边 改成H2 改成4 然后呢 这边 V2 改成2 这边 V1 改成7 这边 H1 改成7 这边是4 我看一下 7 4 2 7 没错 好,来 然后确定 好 然后呢 这边的阵列 右键编辑定义 这边要改成16 好,确定 好 好,那题目问我们 剖面那个斜线区是多少 来 这一个 答案是这里 好 然后呢 第二个 AB2点的距离为何 AB A这个点B 来这里 我们直接用 点来做 A是这个万字型的这个点 B呢 是万字的 这个点 好 然后这里 呃 测量 点选这个点 Ctrl 镜按住 再点选这个点 好 答案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接下来表面积 表面积是这一个 好 好 那以上这边 是 401 好 好